你 别动 你是谁 尚官亲 新娘 新娘 你不该来这里 我知道 知道还来 你来这里干什么 听我准卖的周大夫 说我气带心香 体质偏寒 失去欲解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只拿了个白玉玲盘 我来这儿找他 是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子 他治一下我这偏寒的体质 你就这么想被职人大人选中 之前想 现在不想 不想还 大夫若实际欲解 不利于生命 那你说之前想 现在又不想 这是何意 你应该就是 公元纸少爷吧 现在的职任 公子羽 在我眼里 根本不配 最有资格当职任的 是公二先生 公尚决 你很了解我吗 我真的没有 是公子羽 也不想对我 所以是个佛 我都不会是公子羽 我的斤子羽 我还在您的身边 我还在你身边 长官姑娘 执任大人 上官姑娘 执任大人 上官姑娘 执任大人 这是去了何处 前往医馆 好 姑娘可有身体不适 前日替我诊脉的周大夫 属我气带心香 失气郁姐 所以只拿到了个白玉玲盘 我前去找他 是想求个方子 说不定 就能拿到金色令牌 被执任大人选中 成为新娘 上官姑娘 这宫门内地形错综复杂 你是如何找到医馆的 而且 父兄遇害之后 这宫门内高度戒严 你竟然可以一路畅通无走 有来有回 确实复杂 把我都弄晕了 幸得我遇到一个前去医馆 取药的姑娘 我跟在她身后 才找对了地方 而且回来的路 又好些折腾 天都黑了 小女子不知公媒那规矩 若有任何语举之处 还请执任大人责罚 责罚倒是不必了 不知者无罪 以后多注意就行 不懂的规矩 可以问父母吗 这么轻松就过关了 多谢执任 不过 我倒是有一事 想问问上官姑娘 执任请问 知无不也 不认为 江姑娘和云姑娘 左叶脸上突发红尘 江姑娘更是中毒昏迷 云姑娘跟我说 他们都喝了你 从家乡带来的酱花茶 所以我想问问上官姑娘 执任大人是不是想问 这酱花茶 是如何带进宫门里的 茶是放在随心嫁妆里 是经过彻底的检查 才送回我们房间的 知人大人如果不放心 可以去问一问 负责检查新娘嫁妆的人 而且这茶我也喝了 是的 这一点 云姑娘已经帮你作证了 多谢云姑娘 云姑娘也说要感谢你 是因为她服用了你家祖传的药膏 才迅速消退了红尘 但是 茶叶作为嫁妆 只要被证明无毒无海 当然可以带进宫门 但有两种东西 是绝对不可能被允许带入宫门的 那就是药物和武器 药膏作为严格控制的药物 上官姑娘 是如何带进来的呢 天 天生 天生带进来的 是 那一会儿麻烦上官姑娘 把剩下的药膏交给侍卫 让他们带回医馆研究一下 如果真的是无害的良药 那倒也是无妨 只是希望以后不要再烦 但如若这药膏有益 我会再来找上官姑娘 就算是无害的良药 也是宫门的大计 不可无妨 我说无妨就无妨 小祖宗 多谢执政大人宽宏大良 有事啊 你今天当真去了医馆 对 真是去找大夫 那倒不是 体寒气瘀 本来就是编出来的 我和你一样 我和你一样 在无疯的时候 就吃了好几个月的药 身体早就调理好了 我去医馆是想找公员吃 没想到歪打正常 捧上了宫上去 原来你的目标是宫上去 你还挺聪明 宫家子弟中最难对付的就是宫儿 宫门里每个人都难对付 是吗 我看公子羽看你的眼神 都是吃口口的 有把握了吧 有 应该有 你呢 我也有 特别是今天见到龚尚绝之后 我觉得我更有把握了 龚尚绝看到我这玉佩 虽然什么话都没说 但是我知道 一定勾起了她的好奇心 好奇心就是最大的用儿 她一定不会放我走的 这玉佩什么来头 对了 下次你再有什么行动 以前告诉我 否则像今天这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照应你 照应我 告诉公子羽我身上有药膏 让她来查我这叫照应 以我们两个的身份来说 你觉得 在宫门众人眼里 我们俩的关系是亲密无间更好 还是彼此敌对 让所有人觉得我们恨不得 将对方杀之而后快更好 敌人的敌人 就是盟友 你真是在刀尖填写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不是吗 我的目标是公子羽 你的目标是公尚绝 要赢得他俩的信任 首先一点 就是得认同他们的敌人 和他们站在一边 公尚绝一直是呼声最高的指人继承人 而且她对公子羽的身份血脉一直存疑 所以她和公子羽必成水火之势 如果公子羽真的选中了我 公尚绝也把你留了下来 公子羽必定不会放弃新娘这条线索 所以她一定会掩查我 同样反过来 公尚绝一定不会放过你 所以我和你 必须死要对方 斗得越狠 他俩才越信任我 那就斗吧 姐姐 属下留情 我们有吗 有什么 我 你刚才说要我手下留情 可是我没有吗 可是我没有吗 我没有 我没有 也不能进账 烟악 我示茱 这我刚才告诉你 开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